北京西郊机场 国旗半锤 气氛庄严肃目 黑底白字横幅上写着 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 江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等 胸沛白花 臂戴黑沙 神情凝重地在亭基平肃立 十五时五十五分 在乎江泽民同志遗体的专机 缓缓降落 在第一回的哀乐声中 十二名领兵 排护安放着江泽民同志遗体的灵鹫 缓缓降落 放着江泽民转机 行进制 盈铃队伍正前方 四平 习近平等向江泽民同志遗体三军 目送灵鹫上连车 之后 智三委员会办公室成员 和江泽民同志亲属 护胜敌品 前往停灵处 在今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在今全国政协副主席 以及中央军委委员 也到北京西郊机场 迎领 现在播送江泽民同志志桑委员会公告 第二号 鉴于江泽民同志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功绩 以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现决定 一 12月6日上午10时 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江泽民同志追到大会 追到大会 现场直播 各地区 各部门 要认真组织广大党员 干部 群众 收听 收看 二 追到大会当天 全国 和我国驻外使领馆 及其他驻外机构 下半旗致哀 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一天 三 12月6日上午 追到大会 默哀时 全国人民 默哀三分钟 一切有汽笛的地方 鸣笛三分钟 防空警报 鸣响三分钟 四 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特此公告 江泽民同志 智桑委员会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一日